都是这个东方玉梅闹的 非要嫁给我 没有她 我也不会受这个瘟络 这都二更了 怎么她还不解盖的 将军 你是困了吧 来 上床歇息吧 围棋与你更衣 别碰我 将军 你这是怎么了 我自丧妻以来早已心如死灰 若不是你托我兄弟 几次三番前来求情 我压根不会娶你 可如今 我王伯当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 却要因为你这个水性洋化的女人 受这么大的窝囊气 你 好你个王伯当 好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望我对你这份真心 你 你居然说出 这番杀人的话来 真心 荒谬 你的夫君心瘟礼 还尸骨未寒吧 不知他泉下有之 该作何感想呢 他日你若再看上别人 我王伯当 又该作何下场啊 王伯当 好点我东方玉梅 也是一个大家闺秀 怎容你这般羞辱 今儿 不好啦 不好啦 新娘 新娘活儿打起来了 快去穿什么 我快去瞧瞧 干什么 你怎么了 妹妹 妹妹 你怎么了 你疯了 怎么回事啊 谁要是真欺负你 我绝不饶他 王八蛋给我拉下去 走吧 王八蛋 对对对 走快走快走 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啊 弟妹 莫伤心啊 待我把这件事情问清楚 一定给弟妹一个交代 王八蛋 今天是你大喜之日 为何在东方之内 打伤新娘啊 兄弟啊 打老婆就不是个爷们 大帅 军事 这门亲事本来就很草率 我只不过是为了执行 大帅和军事的将领 才硬下的 方才在东方之中 几句言语不和 所以就 你和东方玉梅的婚事 是大帅做的主 你打东方玉梅 就如同在打大帅 你可知错 军事 大帅 不当知错了 但是我不服 浩木大 本元帅今日为你主婚 你唯命不从 唯命不遵 该如何处置啊 拉出去斩了 拉出去斩了 二哥 这两口子结婚 多喝了几杯 打个老婆 就退出去斩了 兄弟啊 你哪是打老婆 这不是打大帅和军事的脸吗 这施施哥哥呀 斩师哥哥呀 是我博当大哥 罪当该斩 可是这里头也有阴犹的 不说明白不行啊 什么阴犹 对 我想想啊 对了 是我们 哥几个一起到 博当大哥那儿闹洞房 都怪四哥 那嘴也太碎了 说嫂子什么水性洋花 说人家 什么不当他 不想娶他了吧 老齐 别受了 二哥三哥 我认罪 程晓金 何有此事 三三哥 那我 那我 我 我也没让我兄弟打他老婆呀 原来是你从中捣蛋 当初在甲柳楼 你挑的罗承和善雄信打了起来 今日 你又挑的新婚夫妻打了起来 好 好 我看你是 可杀不可留 错错错 冤枉啊 人家 我 我也是好心的 不能错杀好人哪 报 禀大帅 军师 夫人和他哥哥带领本部人马 开了北城门 放了三声炮走了 好 如此一来 河瓦岗岂不是背信弃义 将人家逼出红泥关吗 来 赶紧恭恭敬敬 把人请回来去 是 看看 这就是你二人做的好事 来人 在 把承耀金和王国党 推出去斩了 随恩不详 你二哥 还真傻呀 程耀金 你挑拨离剑 有出这么大的乱子 留你何用 五弟啊 你速带些人马 把地面给追回来 有令 不能杀 这这